卢亚公路是女儿国卢谷虎到四川道成亚丁等 公路的简称女儿国卢谷虎又分四川卢谷虎和云南卢谷虎 所以卢亚公路有部分路段又分有东线和西线 因为卢亚公路至今还没有正式通车 所以无论东线西线 驾车路线导航都是找不到路的 用单车或者摩托车导航或者可以 在越野穿越爱好者的圈子里 有个说法 如果你觉得318国道已经足够漂亮 那么你应该走一次卢亚公路 如果你认为新219国道中 近藏的饼茶茶县狗刺激 那么你更应该走一次卢亚公路 许多年前 有个网名叫牙医的广东营远 和我说起 他和另外两个营友 头部从卢谷虎到亚丁 路上迷路几天走不出去 差点把命丢了 就快到了走不动那天 他们打算减轻负担 把摄影器材找个地方买钱 做好记号等日后再回来呢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 他们发现一条小溪流 于是沿着溪流一路走了过去 终于见到了村落和人家 并因此走出困境 同时他又和我描述 这一路上沿途 看到的迷人的风光美景 再过了几年 我又来到云南 从丽江进入卢谷虎 卢谷虎的朋友和我说 云南卢谷虎另一半的四川卢谷虎 要打造一条四川卢谷虎 到道成亚丁的旅游环线公路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走了 这条卢谷虎公路 之后的那么多年 这条路的进展情况 和牙医和我描述过的风光美景 就一直在我心中念念 后来几次来到卢谷虎 都念念不忘打听这条卢谷虎公路 转眼间至今就过了十多年 直到这趟广州自家新疆 反城市特意把卢谷虎公路计划入内 走完独库公路和沙漠公路 我们经315国道回到青海 之后从德定哈走德马高速 进入四川到达礼堂 会和了广州过来的另一台车 之后两台车一起 两台车七个人 中午从亚丁出发 经三江口过渡金沙江 进入云南 历经十个小时 到达女儿果如谷虎 完美穿越了这条 我惦记多年的卢谷虎公路 也了结了一个多年的心愿 卢谷虎公路全程约260公里 目前正常行车时间 约为8至10个小时 我们这次过了俄亚乡后不久 原计划是左拐过铁架桥 往木立方向走 但遇到守桥的工人说 前方铺路临时封闭 建议我们直走24公里后 在三江口过渡 进入云南的拉伯乡 也可以到达卢谷虎 过渡时船公和我们说 江这边就已经是云南了 从江面码头开上山 再走18公里 到达拉伯乡后 就会有导航信息 看上去卢亚公路 应该也快正式通车了 一路上看到的许多路段 都已经是铺庄路面 但狭窄路段还比较多 林贵川这边的许多山路 即使是铺庄路面 也不是常人走的平常路 这种路况考验的 不单是驾驶人的驾驶技术 更多的是考验驾驶者的心理素质 虽然路况艰险 但卢亚公路经过的横断山脉 有着中国最为极致的山形地貌 和自然景观 也是无数人心思念小的 香格里拉所在之处曾几何时 一个叫洛克的美教地利人 其发表的一系列 图文并茂的 关于横断山脉的详尽游记 成功地把香格里拉这个名字 传遍全球 从此以后 他书中描述的那个香格里拉 到底是藏匿在 横断山脉的哪个角落 就成了世人长年以来 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 后来我知道了 香格里拉又叫香巴拉 是藏鱼中寓意 像天堂一样美丽的地方 直接音译过来 就是我们常说的香格里拉 或者香巴拉 由此说来 甘肃的甘蓝 西藏的林芝 云南的中建德青 还有四川的道成亚丁 又或者所有 美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 都是藏人心中的香格里拉 或者香巴拉 其实这与美好 又何尝不是所有人之相 所谓相由新生 静随新转 万物的表象都是心有所生 心有桃花源 处处水晕天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 清存善良美好的人的心里 都有一个香格里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